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们大可不必被人家影响 我相信台北股市间会跌 主要还是跟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回档有相关性 你看台子期只跌27点而已 台子期有外置在控盘 回的就比较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国道琼跌了111 很多人看到100点就觉得好像很多 其实也不多 只有0.5%而已 倒从这一次来攻2万点 差一点点没过关 最高点来到19,987 最差13点而已 这一次他从总统大选的低点 17,500 一直来到19,987 相信是2万点 涨得快2,500点 去要25,500点 大概14.2% 涨得这么多你看都没有休息 指标在高档 所以这种指标在高档 很容易把它给半注 牵半注 让它攻回出去 所以美国股市做适度的修正 其实是净凶的 因为你适度修正让指标压回 向指标压回 它才有空间在攻嘛 那有空间在攻 指数才会有空间在动嘛 所以相同的 现在指标已经没空间了 你看它做适度的休息 有利于后面在攻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股市涨了2500点 才回个100点而已 回个0.5%而已 一点点啊 不要那么在意哦 那昨天 费城半导体是创新高 来到944的高点 这一波总统选举从 798一路上来 18%耶 费城半导体去18%耶 你看我们才涨多少而已 我们大概从8900到今天 9153 8900到9153 我们才涨2.8%而已啊 台北股市基本上去2.8% 连人家的尾数都不到 费城半导体是18呢 我们才2.8 连人家零头都没有 所以人家涨那么多修正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被影响 没有必要被干扰的 所以从台北股市间跌 美国一跌我们就跟着回 更充分证明我们投资人 真是没信心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加油啦 你要加油啦 不要一点信心都没有 到处被人家影响 好 昨天欧洲是小涨了 欧洲今天应该会补跌 因为欧洲比较早修饰 德国这次也涨了12% 昨天英国继续创今年的高点 继续创今年的高点 也是真正 英国也涨了11% 英国经济都快复成长了 人家这一波也涨了11% 我们还比他们好 就我们2%而已 那刚才2%而已 老子呀 真的要加油 澳洲今天继续创新高 澳洲今天继续创新高 那么怕说我懒得去算了 好 日本 今天可能有些人 有会被日本影响到 因为日本也跌了258点 两百五都不得看得太多 可是你看人家 16100涨到19600 你差八点而已啦 我们就讲19600 3500点 3500点 再一个多月时间 3500点 涨幅21% 我们只有他们的诡数而已 那涨这么多 指标在高档 指标在高档 你要让它整理拉回嘛 对 拉回后面才有空间嘛 不然指标在高档 它就供不出去啦 所以日本股市的回档 其实只有一%而已 也不用那么压抑 也不用那么紧张 台北股市 我们这次输人呛呛 输人够够 这个是信心问题啦 好 大陆股市 今天是平盘的 昨天香港大涨180点 目前香港也是平盘 大陆也是平盘 我们看一下香港 香港昨天大涨180点 这个指标反转了哦 尤其年限 指标在低档 这个会反转哦 大陆股市也是 大陆股市 也是指标在低档 年限守住 这个也是反转了 深圳也是 这跟冲天炮指标在低档 年限也是反转了 那正好 大陆股市跟香港回了一波 欧美还没有回 所以欧美一回 这个悄悄板的作用 大陆香港有机会接续上来 一套资金两边轮着用 所以最近大陆股市一回来 香港大陆有机会上哦 这个ETF可以注意 包含南亚的部分 南亚连续两天已经在动了 你看今天越南已经开始在动了 泰国 泰国也在动了 包含这两天大战的印尼 印尼连标第三天了 我三天已经在讲了 三天也会讲了 南亚的股票注意了 印尼连包三天了 菲律宾 连双标三天啊 当然这个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跟我们关系比较直接的 印度 有人口红利的印度 印度也开始上来了哦 这个连线再站上去 第二只脚了 印度ETF 印度的ETF 有在做ETF的人 现在ETF都蛮热门的 成交量都很大 少则三五万张 多则一二十万张 所以 印度这种ETF 它没有悬货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操作 这是正确的 不要说只赚台湾的钱 国际的钱有机会赚 我们也不要错过嘛 对不对 好 印度第二只脚 入完之后 不要买了哦 2X的部分 006536 可以操作的人 注意哦 注意哦 好台北股市 这个不争气的台北股市 今天会跌了48点 早上去到100点 今天有楼市就8点 量521亿 522亿只比昨天多了50几亿而已 昨天是460几亿 都增加了一点点而已 也不多 我想这个无量的状况 可能还是要等到 还是要等到元旦过后啦 元旦过后 应该这个问题就会化解 那恢复正常之后 一天至少六八七八 这批骂的 那好一点的话 八百九百 好 因为这种信心不足 严重的情况 只能讲慢慢 大家慢慢要去化解它啦 那会让你信心不足 我相信原因 可能很多 可是最根究底就一个嘛 赔钱嘛 你如果赚钱的话 你就有信心了嘛 对不对 赚越多次 但是信心越强嘛 赔越多次 就越没戴上了嘛 所以改变你 强化你信心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你赚钱 你下去做 一直贪无钱 我鼓励你来找林和宴 在投资的路上 你并不孤单 林和宴一直在你身旁 只要你随时需要 一通电话打来 我都会解决你的问题 我都会解决你的难事 操作不顺利 想赚钱的 一通电话打来 好 我们手牵手 我们一起来合作 林和宴带着你一起赚钱 你看我挑的股票 我快的股票 一定都是底部的股票 我挑的股票 一定都是底部 最赚钱的公司在底部 我不会让你去追高 好公司很多 涨高的我不要 我要好公司在底部的标的 所以那一起来 每一支股票 50% 50% 不在话下 赚1 20%的 我看不在眼里都懒得讲 赚1 20%我都不列绩 赚超过50%以上的 今年已经半期了 已经半期了 第八档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汉语博德 对10块钱表到21块 每天讲每天讲 给大家很多的机会 你们印象深刻 这还没结束的哦 还没完没了哦 我是在看27块的哦 你如果有你破得掉 当然这个涨高了 不建议大家再去追 你就门心自问 看你真的有想要贪不 如果你真的想赚 如果你真的想赚 我现在布局两档 底部的凌风险骨 底部的凌风险骨 有一支给你去3% 那个差一点点 35好盘 隔关就冲出去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没过关 那没过关是给你机会 一张的身高两五百张 给你身高两两千张 够四百串 够四百串 支股票没光出去也是好事 让你还有机会再来低接 可是只要让它冲出去哦 至少30%以上 至少30%以上 它光是净值 每股净值就有40块钱 我跟你说是一支 股价从120回跌到30块以下 盘了一年的大底 现在底部已经完成了 即将再喷出 我现在是已经贪14% 14%没什么 14%没什么 14%才刚要开始而已 至少30% 回到净值就是30% 我个人看法是 我在看130% 因为它在70块钱以下 是没有套牢区的 70块以下是零套牢区的 所以在拉得很快的 大股东持股高达70几% 所以这种股票 市场没什么股票 在拉得很快的 想不想知道 我今天开放一天 竟然要做好人 好人就要帮到底 对不对 到三天 要整天 要起工 想知道的 今天打电话进来 免费告诉你 这支是三个股票 另外一档也是林峰玄谷 股价也在历史谷底 从64块回到剩10块钱 现在10块12块 11块12块的股票 你还不敢买 那就不用算了 对不对 你还什么贵要敢买 它会不会像汉语伯德一样 汉语伯德 那也是10块 他们开始说 哇 比我20块 这支股票每股净值 在那20块 每股净值在20块 它会不会像汉语伯德一样 从10块标上来 它如果回到净值的话 那就不是30% 所以我说30%是保守估计 它如果回到净值就80% 100万就80万 我没有强迫你买 我没有强迫你买 你想知道 你想买 我先开放一天 打电话进来让你问 打电话进来 我问说 林老师说那两支 林奉献鼓仪什么股票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告诉你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告诉你 没有人会强迫你赚钱 想要赚你自己要积极主动 东西都帮你准备好了 想知道打电话来问 同时我们现在有 一年一度回馈给大家 最好的活动 年终大回馈 也顺算不看买了解看买 也没办法赚的 也没办法赚的 我近期的股票 一定都是第一步的股票 一定都是底部的股票 今天有两档底部的股票表现也不错 这两档是我们VIP会员做的 VIP会员做的股票都稍微比较偏 比较贵的股票 可是业绩还是一等一的 今天照例 昨天成交量两百张 今天两千张 量增加了快十倍 今天涨了两趴 最多涨了三点五趴 在底部也会打出来 上个月底部已经出来了 今天量出来了 黄金交差还出来了 这随时会穷 今年贪八块 去年才赚三块钱而已 今年赚八块钱 搬了一倍 这也是底部要动的 另外一支也是VIP会员 我说VIP会员股 稍微单价都比较贵的一点 那我没有叫你一定要买 偏贵的你不敢买 那这两支好便宜啊 这两支就很小的 一支到十千块而已 一支三十千块而已 都好便宜啊 至于今天也最多涨了三点五趴 今天量 昨天九百张 今天三千两百张 量也增加了两倍 这个底部也是 三个月底部也打出来了 指标在第一档 已经黄金交差出来了 至于股票 今年也是八块钱 去年三块钱 今年八块钱 也是翻了一倍 如果说我快的股票 都是精挑细选 最好的公司 成长幅度最大 股价在底部 不是叫你去对关 在底部的股票 这两档是VIP会员的股票 提供给大家参考 想知道这两档 临风险股 今天开放一天 打量进来询问 打量进来询问 同时一并了解 我们一年一度 最大的优惠活动 年终大回馈 我们的负责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